为大家带来的瑞士羽毛球黄金大奖赛决赛日的转播 大家首先看到的这场比赛呢是女双的决赛啊 是韩国队的两对选手 金明珍和珍队阵金河纳和郑庆恩 这次决赛日的比赛呢几乎是成为了韩国队的主角器啊 在五项决赛当中呢 韩国队是占据了七个名额 也就是说只有另外的三个名额被别的国家的球员拿下 而且韩国队呢是包揽了女双和男双以及男单的冠军 因为在这三个项目上呢 韩国选手都是双双进入到了决赛 这场比赛的转播呢是由杨国书和我刘璐为大家带来的 可以说呢这场女子双打的比赛呢 都是韩国选手参加 那么这两队韩国选手呢都是可以说是一老一新 金河纳和郑恩可以说现在呢已经是成为是韩国的女子双打的一号双打 那么另外一队呢是一队新秀 在这次的瑞士羽毛球公开赛当中呢 韩国队可以说是在中国的缺席的情况下 对 可以说韩国队呢可以说是占据了得天服后的一个优势 对的 咱们拍个玩笑说就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 你看这一次连韩国队的老将李炫一都打入了南南的决赛 而且是在昨天比较被动的情况下 昨天他们打这个西蒙桑托索 在第一局应该还是输掉了比赛 那看来呢李炫一在后面的两局呢是奋起直追上演了大反击 这对一个31次的老将来说实属不易 当然当时我们看了第一局了以后呢 我们也知道李炫一呢是一种一个慢热情的一名球员 对 我们在第一局当中呢可以说李炫一他的失误还是比较多的 一开始就被打了一个2比11 对 之后呢再通过慢慢的调整 在第二局和第三局当中呢也是调整好状态 那么之后呢是凭借着自己的经验 嗯 而邪淑的技术呢是2比1逆转了西蒙桑托索后 竞技到了今天的男子单打的决赛 那么男子单打的决赛呢将会是李炫一对阵朴神换 还有一个人也都在决赛呢 招呼 然后一 Civic 和他只有一个人也都在硬术上 如果你也都在决赛呢 这是一个人也都在决赛呢 我都在决赛呢 让我们 给大家介绍一下 身穿蓝色队服的是韩国队的比较老的搭档金明珍和何珍 身穿黄色队服的是金河纳和郑庆恩 和郑庆恩这名选手呢也是可以说双线作战 那么在昨天的比赛当中呢 他是以他是和李隆大搭配呢 是以1比2是输掉了混双的换决赛 金河纳和郑庆恩在今年搭配的女双的比赛中呢 是七胜四负成金的尚可 十月生娘呢是十六胜十负 他们也是一对新的搭档 对 这球呢也是犹豫了一下大力推推出界了 那么一下来呢 呃韩国的新组合可以说是攻势呢还是很猛 但是呢他的失误也是比较多 对 整个比赛节奏比较快啊 就是因为这个 郑庆恩和金河纳失误较多 所以呢送分呢比较快 让金明珍和何珍打得很轻松 那在这几个球当中呢 都是在前三拍就已经是解决了战斗 无底下来 你这个网 wiring 这个在封网的时候实在是手感欠佳还没有把这个状态逃整出来 几次封网都封出了边线很远 哎 漂亮 何正恩打了一个追身球 这个球当然也是对手由于回救质量不高 可被何正恩抓住了机会 看郑星在后场怎么样 上方攻防状况拍子打到了一块 两个人的配合 很大的一个漏洞 而且呢看到对方呢准备起跳这个沙后场的时候 两人都同时的往后撤得太快了啊 这要给对方机会掉了一个前场的小球 两个人这个在结合部位的一个碰拍 丁敏战打得非常的铮明 看着这些 五比十一 虽然两个都是韩国队的队员 但是呢来到了决赛的赛场上 就说大家都是不想让冠军旁落 嗯 这个球呢双方打了一个多拍 漂亮 漂亮 这个中网真的很漂亮 因为在公屋房的一个转换当中呢 可以说韩国队的金敏珍和何正恩 两个人呢可以说是 在经验上呢是占据了上风 他们是在利用进攻来压制住了金和纳和 金和纳和郑正恩 那么现在的比分呢也是逐渐被拉到12比7 嗯 判断正确 这球由于那个弧度挑的不是很高啊 嗯 那么导致了这球呢是很快的就出了底线 漂亮 这球呢是打到了一个界内 可以说是也是很边的一个位置 嗯 可真在后场的进攻还是比较有威胁 连续给头顶位啊 对 还是出界 这个老将啊经验到底还是看得出来很明显啊 对 包括从配合啊 嗯 双方的这个默契程度 包括这个球路的分配啊 让你很别扭 在后场呢很难形成连续的有力的进攻 那双方都非常的耐心 嗯 这是一个多拍回合啊 嗯 好 韩国看看机会 金明珍核对能不能抓住机会 好 漂亮 机会 当然 韩国的金组合呢也是 非常顽强 防得非常的顽强 啊 两个大角度的变换 啊 最后这球感觉是这球体力打磨了 哈哈哈哈 最后这一板显得有一些随意 这个球呢 可能也是打得已失开啊 对 可能打得这个手的有点僵硬麻木 对 所以就最后这一板显得比较随意啊 感觉呢也没发生力啊 这个批掉不上批掉 而后呢 这个杀球也不上杀球 当然这个球呢 也是耗费了双方非常大的体力 接发球做卸失误 17比7 可以说 第一局 那么 金明珍和珍 可以说拿下应该不成问题 那么在一个多拍的回合之后呢 双方呢都是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一个失误 18比8这个比方是拉得比较开的啊 对 还是一个失误 这属于是一场速战速决型的 至少第一局是速战速决型的这个女双的比赛 至少从第一局来看呢 这个金河纳和郑娟呢 还不能给自己的同门失误 造成太大的压力 确实无论从世界排名还是从实力 包括经验方面来看呢 都是 没有老队员 像何珍和金明珍 那么减属 嗯 非常小鸡 这一局是 太想要这个球 有点着急打下了 10比20 这个杀球没什么威胁啊 对 杀了两满就越杀越高 哎呀 这球 好 好球队球队突然来了一个失调 对 也很千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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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